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命里无时 莫强求 刘恒又不傻 自然明白母后的意思 是啊 人的命运明明当中自有天意 那么我的命里是不是有当皇帝的命呢 刘恒于是招来酸命先生 酸命先生占了一挂之后 说道 急呀 大急 急上加急 王 大王 王上加王 刘恒就问了 王上加王是什么意思 啊 王上加王 乃皇帝 听了酸命先生的话 刘恒心里边安慰了 但他天生谨慎 心里边还是感到不踏实 于是他决定来一次投石问路 派舅舅伯昭去朝中看个究竟 办事之稳妥 可以说是年轻后辈学习的楷模 伯昭到了京城 得到了周伯的热情招待 周伯的话很简单 诚心诚意赢齐王 一心一意为大汉 全心全意为人民 伯昭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又见朝中其他大臣 对立刘恒为帝的态度 也非常坚决 这才回去如实报告 刘恒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才启程去长安 长安城外的魏桥边 文武百官齐刷刷地跪了一地 异口同声地说着 臣等恭迎大王为帝 这一刻 刘恒感动得是热泪盈眶 赶忙下车打败 周伯当即与献上天子应洗 刘恒推让着 等到了宫中在意吧 到了宫中 当众人拥立他为帝时 刘恒充分学来了 刘邦当年的推让作风 做一句无德无才 又一句无才无德 当真是好一阵推来推去 最后眼看要闹出人命来了 刘恒这才极为痛苦地 接过了印喜 顿时间吴皇万岁之声 不绝于耳 响彻云霄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刘恒入驻皇宫的同时 少帝早已被赶下皇帝的宝座 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考虑到少帝年纪太小 一个人去另一个极乐世界 未免太孤独太孤独太寂寞 而且还赔上了他母子二人的性命 而清心寡欲 自知无利同屡后和七级抗衡的搏击 从来都没有过非分之想 低调而隐忍 只想平安顺利地过一生 可是 最终的结果却是 从来都没有参与过争斗的搏击 笑到了最后 此时的搏击 虽然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 但他终于看到了 西洋落山时最绚丽 最灿烂的时候 会当灵爵顶 一览众山小 他的儿子刘恒 站在了权力的最顶峰 俯视着全天下的黎民百姓 当晚 刘恒入驻魏阳宫 正式宣布登基 这刘恒 就是汉文帝 这正是 有心灾化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阴 莫道功名如粪土 富贵无常 谁能定 汉文帝刘恒即位之后 就去高庙祭拜 礼必回朝 汉文帝下达了 他上任后的皇帝一号令 内容是 尊母后博士为皇太后 追士刘友为幽王 刘徽为贡王 刘健为陵王 刘遂为赵王 改封狼牙王刘泽为燕王 搞定了刘氏内部的分封之后 朝廷大小官员除了微调之外 大多都没动 陈平和周博 依然是朱吕富汉的首要功臣 丞相的位置非他们两个莫属了 只是以前是陈平居右丞相 周博居左丞相 而这一次 陈平也认为周博在朱吕的过程当中 比自己的功劳大 所以主动提出和周博左右调换一下 汉文帝只好任命周博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 罢免了原来的秦圣丞相沈一基 提升冠英为太位 汉文帝还封自己的亲信宋昌为魏将军 镇抚南北二军 封张武为郎中令 巡行殿中 首次把长安城里的军权 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上 他依靠着余生俱来的老练和稳重 把握住了汉氏江山的政权 伯姬成了皇太后之后 那么朝中的皇后又有谁来当呢 这个自然得问汉文帝了 汉文帝想也不想就回答说 斗姬 斗姬最初选择入宫的原因很简单 四个字 生活所迫 被生活逼迫到了哪种地步呢 斗姬从小就没了父母 生活依靠两个哥哥 斗剑和斗广国 可三个人毕竟都小啊 三个人每天的共同语言就是一个字 恶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正在这时 汉宫每年一次的选秀大赛开始了 斗姬就想去试试看 参加了比赛 斗说心态决定命运 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斗姬凭着出淤泥而不染 浊青莲而不妖的独特气质 竟然从重加力当中脱颖而出 顺利进入汉宫 当时国家大权都基于吕后一身 鉴于异性相惜同性相斥的原则 吕氏对这些新招来的美若天仙的宫女 一点都不敢冒 而当时的皇上刘盈又体弱多病 自身都难保 自然没有福分来享受这些美女了 吕后就决定把她们分配给各大封王 那用意就是 用美女来拴住你们 不让你们有别的心思 斗姬是赵帝关金人士 就是现在的河北清河 按照落叶归根的思想 他自然想去赵国了 于是他找到当时管分配的主管太监 表达了自己想去赵国的强烈冤枉 可是他当时入宫还没多久呢 拿不出太多的钱来行贿 想牺牲色相呢 主管太监又无福销售 所以太监对他很是不满 你这样是来打发要饭的吧 你想去赵国 我偏不让你去 太监把手一挥 去带国 可怜的斗姬 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 成不了了 去带国 临行前他是欲哭无泪 不怨天不怨地 只怨那个断子绝孙的太监 可是 人的命运往往就是这样阴差阳错 变化无常 他不会想到 这一去竟然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他随后就像壮大运一样 好运是接二连三地不断上演 首先 一到带地 斗姬就得到了当时的带王刘恒的宠爱 男人宠爱女人的原因很简单 要么有钱 要么有财 要么有脸蛋 对于刘恒这样独挡一面的王爷来说 钱和财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排除了这两点 只能说明一点 斗姬长得很漂亮 也正是因为刘恒的宠爱 斗姬马上就为他生下了一女两男 其次 戴王妃红颜薄命 作为明媒正娶 原配戴王妃的斗姬来了没多久 也不知道是受了配抛弃被冷落的西凉 还是因为什么 总之不多久 就一命呜呼了 斗姬冒压后宫 而且又知书达理 虽然刘恒没有马上把斗姬册封为新代王妃 但在他心里边 已经是非他莫属了 正像现在有的男女同居一样 虽然没有正式的登记注册 但实际上已经把对方当成老公老婆了 更让人惊奇的是 不但戴王妃不明不白地去了 她所生的四个儿子也都相继夭折了 总之啊 斗姬和他的儿子似乎在一夜之间都看到了曙光 最后天上掉馅饼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刘恒突然就被众人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刘恒伤人不久 斗姬所生的刘启 就被众人一致推为太子 母凭子贵啊 斗姬自然就提升为皇后了 再后来 汉文帝封斗姬的女儿为管桃公主 儿子刘武为淮阳王 追尊斗后的父亲为安城侯 母亲为安城夫人 当然 为了避免重蹈吕氏专政的负责 汉文帝听取了陈平和周伯的建议 并没有直接给斗姬两个哥哥封关家侯 而是给以良田豪宅安慰其心 总而言之 斗姬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话说周伯因为平定吕氏功劳最大 陈平充分发挥谦让的风格 主动让出又丞相的位置给周伯 自己甘愿居居居居 但周伯并没有买陈平的账 没过多久就以年老多病身体有恙 向汉文帝提交了辞职书 周伯为什么要辞职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 才能不如陈平 自从诸吕有功 周伯当上了一把手以后 四个字可以来形容他 骄傲自大 这样一来 汉文帝就不高兴了 有一回他就问周伯 天下一年发生多少起刑事案件 这个问题的确有点大 周伯自然答不上来了 汉文帝又问周伯 每年的骨子收入是多少 周伯还是答不上来 汉文帝把同样的问题又问陈平 陈平说 陛下想知道牢狱之事 可问廷尉 古物出入之事 可问智宿内使 汉文帝一听就很生气了 照此说来 你主管什么事呢 陈平说 身为丞相 理应上左天子 下福万名 外镇蛮夷诸侯 那时清大父 各尽其职 责任重大 不可不察也 汉文帝这才转怒为喜 事后周伯就责备陈平 为什么不提前教教他 陈平笑着反问说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既然你现在身在相位 就要知道自己的职责 假如天子问你 现在长安城 有多少十八岁以下的美貌少女 你该如何回答呢 周伯无言以答 通过这件事 周伯知道自己的才华 不如陈平 就萌生了退役 那周伯辞职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功高震主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韩信就是前车之鉴 汉文帝正想摆脱这些 老一辈功臣的制约和束缚 于是在一阵叹息声中 批准了周伯的辞呈 从此 朝中丞相一职又合二为一 陈平独坐丞相一位 他自从弃暗投明 跟随刘邦以来 六出奇迹 诸吕有功 经过一生的奔跑和奋斗 终于站在了人生的最高峰 可是 高处不胜寒 对于已经是苍怒之年的 陈平来说 又怎么能吃得消呢 不到半年 他就一病不起 没多久 就与世长辞了 陈平去了之后 文帝一时找不到最好的丞相人选 于是又请周伯出身 周伯又岂是能闲着的主啊 欣然领命 可是让周伯始料未及的是 他二进宫之后 马上就招来了两个人的痛恨 第一个恨周伯的人是贾义 这贾义 是洛阳人士 少年出名 曾被河南太守乌公 找到门下 备受重用 吴公声名远扬 据说很有治国安邦之道 汉文帝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人才 就招他为廷尉 吴公上任之后 自然不会忘了他的得意门生贾义 因为他的推荐 小小年纪的贾义 一下子升为博士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不久 才华横溢的贾义 又被汉文帝提升为中大副 再后来汉文帝又想升他为公卿 也就是九卿 是汉朝第二等的官阶 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各部部长 汉朝的三公九卿 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了 想要进入这里的人 自然得问问国务院总理周博了 得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 周博给汉文帝的答复就很简单明了 贾义亦在专权 心怀不正 于是汉文帝改封贾义为长沙王太傅 一个天才一般的人才 从此流落诸王之手 很是可惜啊 可贾义当时乃是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无可奈何 只好发出这样的感叹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那第二个恨周博的人是谁呢 是刘章 吕氏家族被诛灭 刘章作为青年俊杰 忙里忙外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而他的弟弟刘兴鞠 庆功赢驾 也是一大功劳 周博当时曾私下礼 对刘章和刘兴鞠 有这样的口头约定 奏请刘章为赵王 刘兴鞠为梁王 可是啊 汉文帝继位之后 他超过了陈平 坐上了丞相的头把交椅 却把自己许过的诺言 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就这样 刘章和刘兴鞠 对周博就埋下了 仇恨的种子